全油管最快新闻 2024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296,299亿元 同比增长5.3% 其中第一产业、第二产业、第三产业 分别增长3.3%、6.0%、5.0%、5.0% 盛来云表示 工业和服务业对DAO增长贡献超过90% 需求指标稳定回升 食物量指标与增长相匹配 然而经济恢复存在不平衡性 消费不如生产 中小微企业发展不如大企业 加强经济回升基础的同时 需关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发展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晓天下士